台铁票价动涨29年 在今天下午台铁公司将召开董事会 讨论票价的涨价方案 根据了解台铁将就合理报酬率 3% 4% 以及5% 这三种方案来进行讨论 为了避免涨幅过大 营运单位建议才3%的方案来计算 试算平均的涨幅大约是35.62% 同时将会以地远地减的方式 原则上也就是越长途涨幅越小 台铁票价动涨了29年 那么10号下午台铁公司将会召开董事会 讨论票价的调涨方案 预估最快会在明年初实施 根据立法院核准的铁路运价率公式 台铁将就三种合理报酬率方案进行讨论 包含3% 4% 及5%的合理报酬率方案 试算平均涨幅最低35.62% 最高44.52% 但根据了解为了避免涨幅过大 台铁营运单位建议将采3%方案计算 同时也拟以递远递减的方式 原则上越长途涨幅越小 距离100到200公里涨幅打85折 200到300公里涨幅打7折 301公里以上涨幅将打5折 北高一趟的票价渴望控制在千元以下 应该是还好吧 就比起高铁来说还是比较便宜 又还算方便 还好啦 不会贵 以现行票价区间车台北到板桥15元为例 如果采3%方案票价将涨到20元 若采4%方案则会涨到21元 若是5%方案则是涨到22元 至于自强号板桥到台北 现行票价是23元 3%方案涨到31元 5%方案甚至涨到33元 另外也不排除会采台电模式 先以降低涨幅调整票价 不足的部分再由政府补贴 公司化了以后 它必须反映成本 地缘地点是要的 短程的抬高了 长程就不得了 它跟高铁比就没有竞争力 这个票价是需要被讨论跟可能调整 不过也要考量到民众的接受的程度 台铁票价目前沿拟的调涨方案 经过董事会讨论定案之后 将会再送交通部跟行政院审议 核定后三个月实施 预估最快零年数上路 这里是全国台北采访报道